第五章 直流电路 直流电路我想你们以前也学过 也学过 但是我不能因为你们学过 所以我很多东西就不讲 因为我这个课程是开放式课程 对所有的学生 所有这个情况的学生 所以我还是要交代一下 直流电路 电流与电流密度 我们先认识什么叫电流 什么叫做电流密度 假如这个是一段的圆柱导体的 一段圆柱导体 它本来是无线长 这样子的 这是导体里头的一个截面 因为它是导体 导体里头就带有所谓的载体 带有电荷的这个指点 可以移动的 移动的 那我们普通的铜银筋只有负电可以移动了 但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容易的话 电解之容易的话 里头有正Q也有负Q 我们说里头有负Q 有正Q 那假如我们在导体里面加上电场 那么这个正Q就会受电场的推力 朝这边去 它就会通过这个截面 负Q呢 受电场的作用就朝这边推 它也会通过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就把通过这个界面的总电量 DT秒里头通过的总电量 把DeltaQ跟DeltaT除一除叫做电流 这个总电量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有五库轮的电荷 在一秒钟之内通过这个界面 从这边往这边通 同时 有五库轮的负电荷 从这边往表面的这边推 那我问你 通过这个表面的总电量是多少 我们取求对比是多少 是零还是十库轮 应该是十库轮 因为正电荷 跟负电荷移动的方向相反 我们是把电流当作是正电荷流动的方向 把它设定为正电荷流动的方向 那负电荷流动的方向呢 跟正电荷相反 可是它的电流啊 负电荷往这边就相当于正电荷往这边 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个界面的 不管正负电荷 它绝对值的总量 所以这个单位是什么呢 就是coulomb per second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ampere ampere 单位 如果通过这个界面的电量 不是一个稳定的 有时候大 有时候小 那这个时候呢 某一个时刻 通过这个界面的总电量 也在变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 当时刻很短很短很短的 一段时间里面 通过的总电量是DQ 被这个DT来除 这个叫做电流 这是顺时电流 Instantaneous Current 那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刚刚看那个导体啊 极面都是一样大 但是导体不一定要一样 一定一样大 你看我们有个这样的一个导体 这一端界面比较小 这一端界面比较大 这个中间这一端呢 介于这两者之间 但是它的电流啊 从这里流进去的电流 一定从这边流出来 因为这是导体 外面都不是导体啊 你电流不会 不会像水一样啊 像水管 我可以从这里进去 如果我又破洞的话 水会从这里流出来啊 但是我们电线不会啊 电线就是说 电流是在导体里面走啊 导体里面走 外面不会有啊 所以你进去多少电量 每一秒钟进去多少电量 这个地方一定会挤出来多少电量 进去多少出来多少 否则会像什么 好像吹气球一样啊 你有进无出的话 那么吹气球不是就吹大了吗 对不对 你没有看到哪一个电线一通电 膨胀起来有没有 没有啊 那就是说 多少电量进去 多少电量从这里出来 那就是通过每一个界面的电流 都一样大 这里也是I 这个电流也是I 这个电流也是I 但是它的界面的面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 电流 这个电流被这个界面积除 就叫做这个界面积的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它的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square 因为这个电流都一样大 而面积大小不一样 所以这个电流密度 一定比这个电流密度要来得大 因为电流大小一样 而这个面积小嘛 这个面积大嘛 当然这个面积分布的电流比较小 所以这就是电流比相等 那么电流密度呢 可不相等 又图电流通过各界面 面积不尽相同的时候 界面上的电流密度也不相等 但是各面上的电流相等 电流密度的单位是这个 还有电流跟电流密度有一个差别 很大的差别 电流我们通常都算它是存量 我们只管它 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有多少电量 但是我们不管它的方向 我们知道它是往哪里来 但是它没有一个向量在里面 但是电流密度就严格的有向量的表示 比如说我们这里 这个线就是代表我们电流流过去的时候 它的痕迹 所以在这个表面上 它的电流密度是这样子 那么每一个表面电流密度的大小跟方向 都可以不一样 大小也可以不一样 方向也可以不一样 那我现在要问 通过这个界面一定有电流 这个电流等于什么 可不可以写成电流密度乘A呢 不可以 因为电流密度有这么多种 你怎么可以 你拿哪一种来乘上这个全部的面积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用积分 就是我取一个 这应该用DA 我这个 用DA DA跟DS有时候 有的书上用DA做面积 其实我常常有时候 因为都可以用 所以有时候没有显移 这个我们改一下变成DA好了 在这个面上面取一个面积奇数 通过这个面积奇数的Current Density 或者是J 那我在这个面上面 我可以取好多好多的面积奇数 每一个面积奇数上面 都有Current Density 那我就把这些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支分 那这就是电流 所以你看电流密度要有向量 要有向量 电流 电流呢 确实用纯量 OK 好 现在我们要谈 一个导体里面 它的窄体啊 可以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种 有的带一个单位的正电荷 一个基本电荷 基本正电荷 有的带两个基本正电荷 有的带三个基本正电荷 有的是正 有的是负 在电觉之容易里面就是这样子 有多种的这个电荷 我们假定 这个载体 每一个载体呢 它的电量有Q1 Q2 Q3 大小不一样 正负号也 也不是都是正 也不都是负 然后呢 我们又假设 但有Q1的这个电荷 这个载体啊 它每单位体积有N弯个 每单位体积 一个立方公尺 有N弯个 那带有Q2的电量呢 这个载体呢 单位体积有N2个等等 这样子假设 那么各种导体 各种载体在导体内移动的速度啊 这个叫做飘移速度 我们等等会讲 并不是电子 在导体里头 做这种 不规则运动的时候 它的速度 它是加上电场以后 这些导体在运动的时候 本来是这样子运动 你如果有个电场朝这边 这个电子就受力朝这边 它本来是这样子的 它就变成这样子 或者本来是这样子 它就偏这边 那么这个速度呢 叫做飘移速度 偏的啊 本来是什么方向 后来跑到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是一个界面 我们看这个界面好了 这个界面 通过这个界面 第i个导体 我们假定就是第i个 也不是第1个 也不是第2个 就是可能是第 不管第几个 第2个是Qi 这个界面是a 这个界面是a 那我要问 delta ti里面 通过这个界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载体 Qi的这个载体 总共有几个 总共有几个 那我们怎么算 你看 在delta ti的时候 这个一定通过 这个也一定通过 这个就过不去了 这个就没有过 对不对 那么最起码就是说 能够通过这个面的 一定从这里开始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电荷就可以通过这个面 通过这个面 通过这个面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里头 通过这个面的总电量 一定是这个体积 在这个体积里头的总电量 这个体积是多少 就是面 身上这个厚度 厚度就是这个导体 这个载体的速度 vi乘上delta t vi乘上delta t 再乘面积就是这个体积 体积乘上ni 就是个数 ni是什么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你有这么多体积就是这么多个 乘上qui 就是delta qi 第i个 带有qi的这个 qi的这个电量的总电量 那么 这个有q2 q1 q2 q3 q4 q5等等 那每一个呢 通过这个界面 他qi不一样 那这个值也不一样 因为 大家的v不一样 delta ti 是一样 delta t 是一样 应该这个 这个不要写delta ti 应该delta t qi 好 那我们就把 delta qi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 这个a跟delta t 它跟i没关系 我这个i多写了 i没关系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总电量 就成为 这是体 体积应该是什么 a v 体积 我们 这就是面积 不是体积 这么多电量 那被这个面积来出 被这个面积来出 被这个面积来出 被时间来出 单位时间有多少电量通过 那 把这个delta qi代表自己来 就变成这个 好 我们现在把它写成向量 这个加向量 这边的向量要加在这里 那你说 那你说 有的这个正电荷往这一边 那 负电荷往这一边 那速度的方向不一样 那你全部加起来 照哪一个速度 不要忘记 q的符号也不一样 正电荷如果往这一边的话 负电荷往这一边 这边是正 往这边就是负 负乘上负电荷还是正 所以这个方向是 向量是一致的 这个 要记起来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你们现在学了 高二 你们大二的这个 电磁学还是要用到 电磁学还是要用到 以后都一直要用到 这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就来 介绍 什么叫电阻 电阻就是 resistance 电阻系数 resistivity 还有电传导系数 conductivity 就是完全由 实验里面得出来的 不管 不管理由 就是实验得出来 就是这样子 有些导体物质 特别是金属 A J 跟E 有正比的关系 我们发现 你电厂加大 电的密度也变大 有正比的关系 那么这个Row就是它的比例常数 比例常数 这个比 我们写成等号有个比例常数 这个Row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阻系数 OK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写啊 我说 E 随着J 的正比 而改变 那我把E 写到这边 那这里加一个比例常数 叫Sigma 这个Sigma 跟这个Sigma 当然满足这个关系 互为导数 互为导数 这两个Sigma 我们就称它叫做欧姆定律 以后我们还会讲一个 VAB等于IR 或者R等于VAB over I 那也是欧姆定律 不过两个意义不太一样 那是一段导体两段的电压 跟电律的关系 这个是某一个位置 电律密度跟电场的关系 Row成为电阻系数 我们简写就是欧姆 这是希腊字母 代表欧姆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Sigma呢 我们称它叫做电传导系数 它的单位当然是导数 因为这互为导数 但是我们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单位 叫做Siemens per meter Siemens per meter 再稍微记一下 一个Siemens per meter 就是等于一个Ohm per meter Ohm meter的导数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各种物质理念 它的电阻系数跟温度的关系 跟绝对温度的关系 不太大的温度范围里面 就是你的温差不要差太大 不要差太大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这个是Row0 Row0为导体在基本 在基准温度T0的时候的电阻系数 就是把这个当作基准 Row0就是在温度T时候的电阻系数 那阿尔法呢 那阿尔法呢 就是电阻系数的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那么我们发现温度升高的时候 它的电阻系数是变大的 是这种曲线上去的 那么这是一种导体 我们称它叫做超导 这种导体啊 但它才有温度 一般的温度 它跟导体差不多 你看这个曲线都差不多 但是等它的温度低到某一个地步 通常是非常非常低 突然之间 它的电阻系数变成零了 电阻系数变成零了 就表示说这个电流在里面流动的时候 可以永恒的流动 因为它没有电阻 没有电阻的话 它不会消耗 没有能量的消耗 所以它就永远就会有电流 那这个电流会产生磁场 磁场也是永久的 在一般的温度下 超导的电阻系数 犹如一般的导体 就是这样子 温度降到所谓的灵界温度 电阻系数 约0.1K到20K之间 这是Calvin temperature 0.1到20K之间 电阻系数 陡降至零 陡降 一下子降到零 好 这个图是什么图呢 这代表一种物质 温度高的时候 它的电阻系数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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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导体 就是很低了 也不是说像这个这么低了 就是像导体 当温度很低的时候 它这个很高 电阻系数很高 就好像是绝缘体 所以这个物质 跟温度有关 温度高的时候它是导体 温度低的时候它是绝缘体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半导体 半导体 半导体在低温的时候与绝缘体类似 温度上升 电阻系数迅速减小 而成为导电物质 这是我们看的几种导体 好 那现在我们就有一种理论 金属为什么会导电呢 这个理论要记一下 我们导电当然 我们现在这个理论 是很早的理论 就等于一个 这个理论呢 实际上怎么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根据某一些物质的表现 我们可以揣摩出 这个金属导电好像这个样子了 这个叫做模型 叫model 导电理论 这是最初的一种导电理论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 比如说我们这个 在金属 在金属 好多好多的金格 就是说一个金格里 都有好多原子固定在那里 那每一个原子呢 它都会有 有 它最外层都有电子 那么这个电子 那么这个电子啊 最外层的电子呢 跟原子核之间的引力非常小 所以很容易就 可以跑到外面去 跑到这个原子的外面去 所以这些电子可以自由运行于金格之间 就原子跟原子之间 在这个金格里面 跑 于是就形成所谓的 Electron Gas 电子的气体 它跑 从这里 金格 这里有个金格 跑到这里来 又碰到另外一个金格 又反射到这里来 又碰到另外一个金格 又反射到这里来 这就是它走的路径 在那里跑 好像我们气体一样 我们空气 它不是完全静止在那里 如果你的眼睛能够看到空气在跑 那你都会吓死 跑得好快好快 在里面就咻咻咻咻 那这个电子气体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没有电场存在的时候 电子在每相邻这次碰撞 碰到这里 然后开始运动到 又开始这个碰撞 相邻两次碰撞间做直线运动 做直线运动 没有电场像这样子 假设没有这个外加电场的情况之下 这些速度 你看这里有大有小 我们用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 是U 它的路径也有长有短 对不对 不过我们假定它是一个平均的自由路径 平均自由路径是Lamina 这是平均的电子的移动的速度 好现在我们在这里 加上电场朝这一边 那电子朝哪里受力啊 朝这边受力 对不对 朝这边受力 朝这边受力 它就歪掉了 对不对 因为这边有加速度啊 本来是这样子的 它可能就变成这样子 本来是这样子的 它就也是往这边倾斜 本来这样走的 它也是这样走 这个画错了 这应该是往那边的 OK 好 电子路径 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假定 每一次碰撞完毕的时候 这个电子速度就从零开始 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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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电场 它受到这个电场的力 被质量来处 这就是它往这个方向的加速度 并不是这个地方的加速度啊 不是喔 往这个地方的加速度 它要从这里跑到这里来 经过这么多时间 它的加速度就 就一直把它加速到某一种速度 某一种速度 这种加速运动 仅发生于每两次碰撞之间 它碰撞了它就停止了 重新再加速 然后又碰撞到 又停止再加速 OK 假设第一次碰撞后 偏向之初速 偏向的初速 就是朝这边的这个初速是零 VI 然后到第二次碰撞之前 快要碰撞 比如说第一次在这里 第二次 快要碰撞它的时候 偏向速度就已经变大了 对 是VF 所以两次碰撞间的平均时间间隔是T 假如时间是T 当然 这里到这里跟这里到这里 时间可能不一样 但是平均值是这个 所以它平均值就等于什么呢 平均的Lamina 就是它的自由路径 被它的速度 移动的速度来除 就是被这个自由路径 被速度来除 就是时间 我们代入等加速公式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假定电场是定值 称到这个也是个定值 是等加速 那就等于VI就是零 A 是这个 称到时间 那就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Final Velocity 是这个 令偏向速度的平均值 称为飘移速度 它从这里到这里的时候 它往这边又偏向了 它这个速度不一样 像是零 到这个地方速度是VF 我们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它的平均速度 那就是VI加VF 比2除 平均速度 就等于这个比2除 这个叫做什么速度呢 就叫做Drift Velocity 叫做飘移速度 所以飘移速度是 它往这边飘移的速度 OK 并不是它这个速度 不是这个速度 好 我们再把它带到 电流密度里面去 电流密度 我们刚刚不是有个NeV Sigma NeV Vector 现在我们只看一个电子 就是VD VD呢 把这个带进来 Current Density 就变成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把它带到欧姆定律里头去 Rho等于 电阻系数等于E over J 我们把J除过来 这个拿过来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 我们主要就是看 它电阻系数 跟它里头 这个电子移动的速度 还有它的平均自由路径 有什么样的关系 还有单位体积 带有多少个电量 有什么关系 所以 我们的这个model 是用来解释这个的 因为 这个式子 可以用来解释 我们刚刚看的那三种的状况 导体的Rho 超导体的Rho 还有半导体的Rho 这都可以用来解释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解释 用它来诠释 这个 你看 我们一般的金属 一般的金属 一般的金属 二是常数 电子质量也是常数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载体也是常数 每一个电子带多少带多少的这个电量也是常数 对不对 也是常数 这都是常数 表示这个一般的状况之下 这个这个都是常数 这代表 电子系数 显示金属遵守 这些都是常数 遵守 欧姆定律 可是 我们现在看 它跟温度有什么关系 温度增高的时候 Rho增加 为什么这个Rho会增加呢 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变大了 它温度增加电子移动的快 对不对 其他的我们都当作是常数 那这个变大 当然这个质变大 这个随温度增加 这个也随温度增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以用来解释这个曲线 那在超导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解释呢 超导的时候我们当作 这些都一样 这些都不变 温度 低的时候 温度变低的时候 温度变低的时候 你看这温度变低的时候 所以一般情况呢 还是跟这个一般导体一样 就是说温度改变的话呢 会改变这个U了 改变U了 对不对 你温度由高温慢慢降下来 这个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等它到某一个灵界温度的时候 突然 突然 这个电子不动了 它速度 我们不是说它不动 它的速度 approaches zero 接近零 所以 同样一个 那么Lamina 你这个速度如果变成零的话 变成零的话 那么它到达的这个时间 就变成很长很长很长 对不对 很长很长很长 那么也就是说 就是两次碰撞的时间很长了 好 那么 现在我们再看这个 Row 因为是跟这个有关 这温度降低的时候 这个变成很小很小很小 几乎趋于零 所以Row呢 就 approach to zero 所以这个时候啊 电阻系数就变成零 然后这个就是 用这个来看 这种材料啊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载体的各素 会随温度改变 温度变大的时候啊 它单位体积的载体数目变大 温度小的时候呢 载体就变小 那这个跟它这个 载体啊 就是我们 我们看里头的这些 电子的分布啊 它的能量层呢 各种能量层都有 有一个 有一层就是它可以移动的 在下面一层就是不能动的 温度高的时候呢 这个电子啊 会跳到上面一层去 跳到上面一层去啊 于是上面的这个 载体就变大了 底下又多了一个洞 多了一个空缺 就是space变大了 它的载体也可以动 那所以就等于说呢 你这个温度变大的时候啊 载体的数目变大 这个变大呢 这就变小了 对不对 所以可以用来解释 它可以用来解释啊 我们现在的这三种的材料啊 看看那种model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导线的电阻 从A到B就是一段导线 你看它的界面积大小也不一样 我们假设它的材料也不一样 材料也不一样 这个地方可能是铝比较多 这个地方可能铁比较多 这个地方可能其他的某种基因素比较多 就是说材料也不一样 Row也不一样 假设电流从A端进入 然后从B端出来 没有电流从旁边出来 那这就是电流流过的一个路径 电流流过的路径 那我们在路径上面 取一个面积的基数叫DS 取一个 这就是界面积了 这个地方 取一点 在这个路径上面做一个切线 这就是带电体在这里跑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朝这个方向 那么Current Density当然也是往这个方向 假如我们用正电来做模型的话 Current Density跟这个正电和移动的方向一样 那J又跟一层正比 所以这两个方向也一样 所以这三个方向都一样 我们现在要求 从A点到B点的电位差是多少 我们就带这个公司 然后E呢 用欧姆定律带进去 欧姆定律带进去 你看因为J跟DS是同方向 所以就可以写成存量 然后呢 这个J可以写成I乘上A 因为I大家都一样提出来 A呢 这个地方的A 比这里小 比这里更小 那比这里大 所以它是位置的函数留在里面 Row也是位置的函数留在七分号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量叫做IR R就是代表这个几分 R就是代表这个几分 R称为电阻 就是电阻 它的单位呢 叫做欧姆 简单地写就是这样 这个要记一记 这个我们有很多求电阻的方法 这是专门从材料 这个材料的结构 跟材料的这个原料 来求这个电阻的 就是说你这个做成什么样子了 你的电阻系数是怎么分布的 这个 好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式子 VAB 你看我们把这个当做R 对不对 它叫IR 或者是VAB over I等于R 我们称这个叫做欧姆定律 所以欧姆定律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段导线 它两端的电位差是VAB 经过的电流是I 当初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是发现 欧姆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了 我电压变大的话 电流也变大 电压变小 电流也变小 那么他们之间发现有这种线性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比例常数 应该就是说VA比上I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这一段导线的一个电阻 这是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 它是遵守这个定律的导体 我们称它叫Omic Conductor 叫欧姆导体 有很多导体并不遵守这个定律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就是说有一段的电阻 系数Row是个定值 界面积是A 也是一个定值 A 常为L的圆柱体 常为L的圆柱体 我们要求电流是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出去 我们要问这个导体 它的电阻是多少 那现在怎么做 它要你求电阻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种电阻的求法 一个从材料着手 另外一个是从VAB 你如果知道VAB 又知道I 那VAB被I除 就是等于电阻 那现在你知不知道VAB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不能用VAB over I 来求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用什么呢 好像没电了 好 我们就用这个 就是说电流从这里进去这边出来 用这个定义来做 因为完全是材料 它知道Row 知道A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来做 好 你要怎么用它 怎么用它 你要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Row当然是电阻系数 它告诉你是常数 A的是界面 界面呢通常就是跟电流垂直的一个面 也是常数提出来 DS DS就是电流密度 就是带电体流过的一个位移 一段位移 那这个都可以提出来就是这个位移 位移现在从这边0到L 移分 因为方向是这样的 那就变成Row L over A 那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我们一段导线呢 我们一段导线 它是均匀的 像这种均匀的圆柱体 那么它的电阻是跟导线的长度成正比 跟导线的界面积成反比 导线越长 电阻越大 导线的界面积越细 电阻也越大 OK 这个是我们一般常用的 我想这个你们在高中应该也有见过 这个就跟材料有关 看你是什么材料 我们再看一段 这是一个空心的圆柱壳 这个是导体 灰色的这个是导体 内半径是RA 外半径是RB 那它长度是DL 长度是L 现在它的电流啊 你要看它电流的方向啊 从内表面进去 从内表面进入 从外表面出来 要求这个导体的电阻是什么 好 那你现在怎么求 我们也不知道VAB啊 也不知道I是多大 我们就只要用这个材料来求 对不对 好 你这里头要注意了 RAW RAW我们讲过是这个材料 我们假定它是一个均匀的 均匀的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RAW提出来 A是什么 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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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我刚刚说过接面积是什么面积 要跟电流 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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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面 对不对 那现在电流从里头往外处 你看电流是这样子就流 所以它的面积呢 你要取一个圆柱面 取一个圆柱面 半径是R 你的组�onym 这个面积多大 2πr乘上L 对不对 这是它的A DS要取哪里 DS是不是这个方向 不是 是电流流动的那个方向 电流是怎么流 圆什么方向 半径的方向 对不对 所以这个DS要取DR 所以DS就是DR 那我们就把这个Raw 常数带进去 然后A就是2πrL 然后这个是DR 那我们把常数Raw 2πL提出来 这个积分 从RAG到RB 所以电阻是这样子的 电阻是这样的 这由材料来求 这一张的习题 已经上网了 你们就是我给你们的习题 你们还有大家共用的习题了 有叫你求 另外一种心态的电阻 电阻的连接法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就很快地讲一下 电阻在电路上的符号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固定式的 这个是可变电阻 这个电阻的大小可以改变的 OK 那么 电阻的串联 我们把好几个电阻 R1R2RN 把它这样子连接法 因为我们在电路上 设计电路的时候 要用不同大小的电阻 你所设计的那么大小的电阻 我需要这么一个大小的电阻 你不见得买得到 正好跟你一样大小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正好靠 已经有的电阻 气的电阻 已经知道电阻的电阻气 把它连接起来 凑成一个我们要的一个 电阻大小 像这种连接法 我们称它叫串联 什么特点呢 要记住这个特点 特点就是说 从高电位VA 往低电位方向流动的电流 是同一个 同一个 流过它的电流 也就是流过它的 也就是流过它的 这个电流不会从别的地方跑掉 然后电流经过电阻的话 它就会产生电压 欧姆定律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V等于 I R 或者说 R等于V over I 它就是电阻气有几个 它有几个功用 一个就是说 有电阻气呢 你有电流经过的时候 它会产生VAB 就是这个电压 I乘是R 就是电位降落 所以电阻气可以产生压降 产生压降 压降或者压升 那现在通常都是压降 因为电流这样过来的话呢 它就是压降了 你这里过来 从这边过去的就是压升嘛 假如这个电压是V1 这个电压是V2 这个电压是VN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VA到VB之间可以分成这么多段的这个压降 那么压降呢就等于这个 每一段的电压加起来 对不对 那V1又等于I乘是R1 V2又等于I乘是R2 就把I提出来了 那么假如说我们要把这个 变成这样的一个电阻气 特定大小 这个要跟这个一样的话 就是说 我这个VA跟这个VB跟这个一样 在这个上面的电流大小也跟它一样 那就相当于这个电阻 跟这些N个串联的电阻 差不多 对不对 就是一样的 那这个叫等效电阻 单单从这个电阻来看 VAB等于I乘是R1 这两个VAB是相同的 I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得R1 Equivalent Resistance 是等于每一个串联电阻的总和 我们把并联讲完 我们今天就结束 我们把N个电阻气这样子连接起来 它的特点是什么 所有电阻气的左端同一个电压VA 所有电阻气的右端同一个电压VB 就是说电阻气的两端 电压是同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这个高电位的地方 会有电流流向第一电位 假定是I 电流是I I到了这个路口 有这么多条路可以让它走 它就要分配啊 你这里走I1 这里走I2 这里走IN 它怎么分配啊 它有它的原则 它有它的原则 跟我们人不太一样 人就说你的想法跟它可能不一样了 像你那分配跟它那分配就不一样了 到大自然的分配都一样 它的原则就是什么 I1 就等于VAB over R1 根据欧姆定律 根据欧姆定律 I2就是VAB被R2来除 是这样子的 所以I1 I2 IN 是由I分出来的 那当然我这 N个I加起来就是大I 就是一个I 那这个每一个I都按照这个欧姆定律的原则 来分配 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一套电阻 跟这个相等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I等于VAB over R1 所以这个跟VAB over R1相一样 因此我们就有R1的导数 等于每一个并连电阻导数之和 这就是并连的电阻 耶 好